我开了一个算命直播间 连线时男人急切到 我和我老婆在国外旅游时 他忽然消失了 弹幕飞快地刷新 你是潜水教练吗 又是杀妻骗宝啊 男人眉头紧皱 我没有杀他 我只想知道他到底在哪 你确实没杀他 他正在隔壁树 话还没说完 喷了一声巨响 男人酒店房间的门锁被砸烂了 我本是白云冠第333任准关主 我师父第332任关主说 要接任白云冠关主 必须下沉势力练 30天算满10卦 每卦500元 不能多不能少 本来我靠着直播算命 已经快要完成师父 交给我的关主任务 可偏偏在第10卦时 我出手教训了 天生的坏种杀人犯 背上了自己的因果成父 所以我师父让我继续直播算命 只为多结善缘 化解自己的因果成父 时隔几日 我再次开启了 雨连天尊的直播间 一开播就有不少老粉冲了进来 弹幕刷新很快 先你主播 之前你说江湖有人再见 我还以为你之后 求求了 能不能别提使 我身上味还没散呢 哈哈 原来是你小子炸的粪坑 看着直播间欢快的气氛 我的心情也跟着愉悦起来 主播快开打赏 我有个急事需要算算 急急急 我要算算我啥时候 才能报复 给我算算吧 我需要适合 中国宝宝体制的心理治疗 我看了一眼直播间的在线人数 刚开播就已经有将近3000人 一旦开启打赏 礼物肯定接踵而来 这么多人 来不及给每个人都算上一挂 当然也不能白收他们的礼物 于是我拿出我的粉色翻带机 给在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 交计算机的师弟打的电话 师弟给我做了一个 一分钱的有缘人链接 这样谁拍到 谁就打赏一张藏宝图 我简单的介绍下规则 还是老规矩 一个藏宝图一挂 之前是三天一挂 现在改成三天二挂 我会上一个有缘人的链接 谁拍到谁就打赏一张藏宝图 其他的观众就不需要打赏了 我把有缘人链接里的数量 改成了2 点击上架了 只是一秒钟就显示受庆 我看了下后台的订单 是一个叫柠檬不酸的 ID先拍下的 我给他发了私信 在确定他不介意 在直播间露脸后 我邀请他进行视频连线 视频很快的笔记通 一个打扮图素 穿着碎花衬衫的年轻女生 出现在我直播间的屏幕上 他身后的背景 是岁月斑斓的白墙 上面还有一道大大的裂痕 显然他正处在一栋 有年岁的老房子里 柠檬不酸打赏了一张藏宝图 看到柠檬不酸已经打赏完 我立刻就关闭了打赏功能 主播你好 其实我不是想给我自己算命 我是想求你给我妹妹算下 但是我妹妹现在在上学 我已经给你发了她的高清照片 麻烦你看下私信吧 我点了点头 切换到后台看了下 柠檬不酸发了一张蓝底的两寸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面色销瘦的 齐儿短发女生 我端向了片刻 就切回了直播间 柠檬不酸语气急切 主播 我妹妹在短短三个月时间 就从原先的150斤收到100斤 她的话还没说完 弹幕却已经炸开了锅 求求了 给我也瘦50斤吧 信你愿意用80个前男友的命 换自己瘦20斤 信你愿意捐10斤肥肉 换得施加瘾 医学生表示很恐慌 宁供不酸 没空里回弹幕 继续到第一个月的时候 妹妹瘦得不多 我还以为是她自己减肥的 毕竟妹妹现在高三 也到了爱美的年纪 我也没有太在意 等第二月的时候 我才发现妹妹没有结实减肥 反而还越吃越多 可是她的体重却在持续减少 我赶紧带她去了镇上的医院 做了两次全面检查 医生都说看不出任何问题 她眉头紧皱 现在已经是第三个月了 我妹妹每天都要吃很多的东西 可是她身上的肉却越来越少 皮也越来越松 主播 我妹妹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的目光看向柠檬不酸 你妹妹天挺饱满 地隔方圆 脖子肩挺有力 四病高 本是状元面相 柠檬不酸听了 点了点头 是的 我妹妹成绩一直很好 市里的联考一直稳居第一 哪怕遇到此番变故 也不愿意休学放弃学习 我继续说道 可是最近你妹妹的面相 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现在的她是颧骨突出 脸上无肉 鼻梁塌陷 鼻孔外露 没错 虽然我不懂看面相 可我妹妹之前哪怕有点胖 但她的脸让人看着很舒服 现在的脸 看着就很奇怪 当然会奇怪 因为这是饿死鬼的面相 长此以往 你妹妹会越吃越饿 直到活活地饿死 柠檬不酸大惊失色 主播 求求你救救我妹妹 我给了柠檬不酸一个安抚的眼神 放心 你先把镜头对着你家客厅 我要看一下你家的风水 文言 柠檬不酸把手机镜头切成后置 对着家里扫了一圈 这是一排老旧的三间瓦房 白墙已经斑斑斑斑斑 瓦房顶部是搭的木梁 木板 然后房顶铺的红色瓦片 等镜头扫到屋顶的木梁时 我轻呼一声 等等 就是这 我让柠檬不酸把镜头对着木梁 你家这木梁最近有人上去过 柠檬不酸想了下 是的 前段时间一直下雨 我们家的屋顶有些漏 还是邻居大叔来给我修了下 你家有梯子吗 木梁上就有你想知道的答案 柠檬不酸赶紧去院里搬来竹梯 架在了木梁上 他一只手拿着手机 一只手扶着梯子 慢慢地爬了上去 房顶上一根根粗大而又笔直的木梁纵横交错 柠檬不酸的镜头慢慢地扫过 终于在木梁的死角发现了几样东西 等柠檬不酸把东西拿下来 放在了镜头前 观众们才看清木梁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一个缺了脚的破碗 一双筷子 碗里还放了一张白底黑字的纸条 看到此处 直播间的观众们也纷纷讨论起来 不会就是邻居大叔搞的鬼吧 柠檬你先看看白纸上写的什么 难道是什么诅咒之类的 我的目光隔着屏幕落在了碗里的纸条上 纸条上写的不是诅咒 而是柠檬妹妹的生辰八字 房梁上放一个破碗 一双筷子是为了隐瞒恶死鬼 碗里放你妹妹的生辰八字 就是想让恶死鬼吃掉你妹妹 这就是传说的验圣之术 都是古时候木匠们口口相传下来的 柠檬不酸瞪着眼睛 眼中透露着不可置信 上次来我家修屋顶的大叔 就是一个木匠 不会真是他害我妹妹吧 我缓缓地点了点头 就是他 你妹妹的官路 公形色昏暗 说明小人害他是因为学业 他就是记恨你妹妹成绩比他儿子好 让他在村里丢脸了 柠檬不酸气的脸都红了 他儿子成绩是非常差 因为我父母去世的早 只剩我和我妹妹相依为伴 邻居大叔看我们两姐妹孤苦无一 还时常扶照我们 为此 我妹妹还经常给他儿子补课 可是他儿子既没有天赋 又不愿意努力 所以成绩一点没有提升 这也太恶毒了吧 这仅仅因为柠檬妹妹比他儿子成绩好 让他在村里丢了脸 就要害死他吗 典型的你不可以比我的孩子优秀 不然我就毁掉你 虽然我不歧视农村人 但有的农村人对生命真的没有敬畏之心 楼上别搞农村歧视 别太小看农村人了 他就是看柠檬家没有大人撑腰 就算发现了也拿他没办法 而且这些也做不了杀人的证据 主播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看了下挂在墙上的时钟 现在是中午12点 阳气正旺 你把碗拿到院子里砸碎 筷子折断 在烧些纸前一起扔掉 至于那张写了你妹妹生成八字的 指 倒不能轻易地处理 等下播后 我写一张养神符记给你 收到后 你把养神符合 指一起放在你妹妹的枕头下 睡满三个月即可 至于那个木匠 验圣诅咒之术失败之后 必遭反噬 你且等一会儿 果不其然 还没十分钟 柠檬不酸的家外面 就响起了救护车的声音 柠檬不酸拿着手机走了出去 十几个村民围在他邻居家旁边 正看着中年男子被台上救护车 柠檬不酸用方言 和村民们交谈了几句后 脸上的喜悦差点盖不住 原来 被台上救护车的就是那个木匠 就在刚刚 他在给自家修屋顶的时候摔了下来 而且还是后脑勺着地 我掐指一算 货服无门 为人自诏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最亲也是全身瘫痪 在收到柠檬不酸的收件地址后 我挂断了和他的连线 打体要趁热 我看了下后台订单 撕线了第二位有缘人 第二位有缘人的 ID叫那日池唐小和 他也不介意露脸 所以我发起了视频直播连线 池唐小和打赏一张藏宝图 频道一头秀发打赏一个虎皮 等爱的玫瑰 打赏一个超能一号 我再次关掉打赏 别的主播那边都是各种药礼物 就给咱们雨连打赏 还得见缝插针 谁说不是呢 哭哭唧唧 有钱也没地方花 没多久 池唐小和那边的画面 就出现在我的直播间 可这次镜头前 静坐着两个人 年轻女人半搂着旁边的中年女人 小心翼翼的给她顺着气 而中年女人脸色苍白 红肿的眼睛里 空洞的眼神泛着绝望 她死死的咬住牙齿 用尽全身的力气 握着年轻女孩的手 像是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我的目光 从年轻女孩被握得发红的手上一开 淡淡的开口 你们要算什么 年轻女孩这才把视线转向镜头 可是她刚开口就红了眼 主播你好 其实是我身边的阿姨要算 但是阿姨一提到这件事 就悲痛万分 所以才有我单数 见我点了点 池塘小和继续说道 前天阿姨在买菜的时候 手机被偷了 里面有我爱 听到此处 中年女人像是忽然回过神来 用指甲狠狠地掐住池塘小和的手 池塘小和轻呼一声 她还没说出口的话 就被这个动作硬生生地打断了 她委屈地看了一眼中年女人 可中年女人压根不看她 池塘小和只能重新看向镜头 声音带着哭腔 阿姨被偷的手机里 有她亡顾女儿唐小和的微信语音 还有照片 主播 我求求你 能不能帮我们找回这个手机 这对我们很重要 中年女人用双手捂着眼睛 撕心裂肺地痛哭了起来 那悲痛万分的哭声 犹如一记记大锤 重重地敲在人心上 此刻的直播间 没有人在抖机里 而是纷纷谴责那该死的小偷 如果小偷也在看 请私信我 我愿意给你买个最新的苹果14 你把阿姨的手机还给她吧 她阿姨哭成这样 我的眼泪也止不住 没有经历过的人 根本理解不了阿姨的切腹之痛 阿姨 您的女儿也不希望看到您那么伤心 适者已适 生者如斯 可能冥冥中自有安排 这小偷实在太可恨了 等中年女人的哭声变得断断续续 我端起桌上的茶签签引了一口 晚了 小偷已经把手机格式化了 你那所有资料已经全没了 这该死的畜生 主播快算算小偷在哪 我要报警抓她 让她坐牢 一字一顿道 是吗 那这小偷可算做了件好事 这话像一道惊雷 乍响了整个直播间 朋友安利来的 第一次看 这主播平时都是这么没素质的吗 同第一次看 刚刚看您弄不酸的时候 还觉得主播特别好 先来取关 拉黑 再见 老粉决定再看看 来自老粉的觉悟 事情肯定不是这位阿姨说的这么简单 中年女人呆愣愣地看着我 像是没能理解我话的意思 反倒是池塘小和一改刚刚温顺的模样 愤怒地盯着我 主播 你这么说未免太过分了 我像是没有看到池塘小和的愤怒 而是转头看向中年女人 冷冷地开了口 你下巴短小 额头宽广 鼻子过大 是早年丧夫之面相 你依然拉扯 唐小和长大 确实吃尽苦头 你子女工本来部位宽阔 证明你与子女关系很好 且子女的身体健康 可你的子女工运势却在中途大变 想必是因为那个 为你是从那女儿带回来的恋人 让你根本无法接受 所以你一死相逼 让他们分手 你还逼迫你的女儿 嫁给你口中忠厚老实的丈夫 我的目光落在池塘小和的身上 池塘小和结婚后 她的恋人选择出国疗伤 你知道后来 池塘小和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还没等池塘小和开口 中年女人凄厉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直播间 是我让她嫁的 一个女人不结婚算什么女人 你们都还年轻 根本不知道为人父母的良苦用心 我面色发冷 质问道良心用心 你所谓的良心用心 就是池塘小和一次次被家暴 你一次次地劝她别离婚 还是池塘小和被打得实在受不了 自己去法院起诉离婚 但你却在家上调 威胁她不准离婚 池塘小和死之前 被她的丈夫打得遍体鳞伤 逃到了外地 她只把位置告诉了你 你转头就把位置发给了池塘小和的老公 结果就是池塘小和被她丈夫活活地打死 中年女人流着泪哀痛道 我那是怕她误入歧途 女人没有婚姻 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她要是离开她老公 又会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我为了她可以去死 我怎么可能会害她 和我妈说的话简直一模一样 光听了就窒息的程度 有这种骂 唐小和一定很绝望吧 这人还有脸在这里嗶嗶叨叨 她就是害死她女儿的间接凶手 太恶心了 我看着飞快地刷新的弹幕 这还不是最恶心的 最恶心的是 唐小和死后 她和给唐小和的老公出具了谅解书 要求法官轻判 中年女人看着弹幕都在骂她 神情急于疯狂 如果不出具谅解书 他们就不让小和进他们将家的祖坟 我不能让小和死了 都成孤魂野鬼 你们骂我也没关系 等你们有了孩子就能理解我了 可你女儿明明留下遗书 希望她的骨灰可以洒向大海 她死后只想自由自在 不再被任何家所束缚 中年女人身形一顿 她瞪着我 嘶吼道 你别在胡编乱造 根本没有遗书 丁玲玲一阵铃声 打断了中年妇女的嘶吼 我看了下粉色翻带机的来电显示 是李承意 我们白云冠弟子 每次城市历练 关主都会安排一位城市街头人 而我的城市街头人 正是来电的李承意警官 在刚刚接通和池塘小和的视频连线后 我就给李承意发了被偷手机的位置 李承意手机已经找到了 现在在警局 那你看下手机壳后面 是不是加了一张纸 一阵嘻嘻嘻嘻的响声后 李承意的声音再次传来 是有一张纸 好像还是封遗书 挂了电话 我再次看向镜头里的中年女人 你的手机已经找到了 加在你手机壳后背的遗书也找到了 就在安北分局 此刻 池塘小和眼中终于有了焦距 他面无表情地看向镜头 我现在就打车去警局 我想看看小和临终前还有什么医院 大家放心 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帮他完成的 谁阻止都不行 我正要开口 视频连线却显示被挂掉了 可挂掉连线的瞬间 池塘小和眉间杀气腾腾 而刚刚中年女人的面相已有大胸之兆 我稍作推演 还是拿着手机一起去了警局 尘世历练的这段时间 我一直借助在李承义家中 李承义的房子李警局并不远 走路15分钟就到 可等我到时 已经看到中年妇女正死死地 抓着池塘小和的头发 就算我女儿留下一书 要把骨灰撒到海里 我也不会同意的 这是我张碧的女儿 只要我不同意 我看谁敢动她的骨灰 池塘小和也不反抗 只是护着手里的遗书 我向他们走去 看着张碧面中的血光之气越来越重 我还是开了口 既然你女儿最后的心愿就是要海藏 你最好成全她 否则你会死 张碧冷笑 少在这里装大师了 我就算死 我也不会让小和 避开他老公家坟地的 李承义很快地就把他们两人分开 并且张碧进行了教育 按照法律规定 骨灰应当尊重死者生前的名师和遗嘱 既然你女儿已经留下一书 你作为母亲应当尊重死者的意愿 有遗书又怎样 我是他妈 只要我不同意 谁敢动小和的骨灰我就告诉谁 说着 他一把抢过池塘小和手中的遗书 撕了个粉碎 池塘小和深深地看了一眼张碧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警局 没多久 张碧也离开了 直播间的弹幕一直没停 太憋屈了 这种妈真的是到死 都要控制自己的女儿 有没有学法律的 这个女人这样就不犯法吗 难道就这样结束吗 心里太不痛快了 我走出警局 看着池塘小和离开的方向 喃喃道 没有结束 才刚刚开始 说完 我和观众打了招呼 就下播了 第二天下午 我给柠檬不酸寄完快递 就去警局等李承义 下班一起去吃饭 刚到警局门口 里面就传来了 震耳欲聋的撒泼声 张碧带了一大帮子人来报警 这个小人 小和死了 都不放过他 猪狗不如的东西 烂货 他把人家家的祖坟给挖了 有没有点道德了 原来是有人 把唐小和老公家的祖坟 给挖得稀巴烂 还把唐小和的骨灰给带走了 而张碧一口咬定 就是昨天和他一起来警局的 池宇干的 池宇是持唐小和的真名 见我走进去 张碧忽然朝我冲得过来 是你 你是昨天给我们算命的 你既然能算到小和的手机在哪 那你一定能算到那件人 把骨灰带到哪去了 我冷淡的开口 池宇已经完成了唐小和的心愿 骨灰已经撒进了海里 他自由了 张碧急得破口大骂 不要脸的畜生 他凭什么把小和的骨灰撒进海里 我要让他坐牢 恐怕你坐不到了 我凑到张碧的耳边 你映堂 黑暗无光 如墨似血 且已延伸之耳后 夺命鬼一道 回天罚术 张碧不屑地吃了一声 真以为从书上背点台词就是大师了 信不信我连你一起告 我笑了笑 不愿再理会他 因果循环 善恶报应 自吞恶果 不可抗拒 两天后 警方接到报警 在郊区一家未养脏骚的犬舍里 发现了人体残骸 因为犬舍主人是自媒体博主 这件事情很快的就上热搜 警方很快的确定了死者身份 发布了案件通告 目前 警方已初步确定 嫌疑人池某30岁 在杀害被害人张某58岁 将其尸体抛尸至全射后跳海 目前 警方正在全力搜寻嫌疑人 看完新闻 我轻叹一口气 再次开启了直播间 刚开播 弹幕就刷得不停 所有人都在讨论池宇的案件 他们早就从网络上 看到了池宇进出张碧家里的监控画面 主播 求求了 能告诉我池塘小和还活着吗 我也想知道 一会我来抢一挂 让主播给我算算池塘小和 现在到底是死是活 我脸上的神情 蛋的让人看不出喜悲 故约 坚强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 你们要的答案都在这句话里 自行领会吧